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该怎么办 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是 一起看懂剧本 一起听出语气 小朋友们喜欢看戏吗 例如 偶戏 电视剧 还有电影 舞台剧 动画等等 这些精彩的剧情 总能吸引观众们的目光 那么小朋友知不知道 剧中的各个角色 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要说什么话 用什么语气说 他们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 自己要走到哪个位置 要做什么动作 要呈现哪一种表情呢 今天 我们就要从课本的说明 来让大家了解 演示的演员是如何了解 编写故事的人心中想呈现出来的情节 另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角色的动作 表情 对话等 来了解 他在说这段话时 应该是什么样的语气 什么样的心情 以前 我们看过的故事内容 是这样的 现在 我们看到的故事内容 是这样的 其实 这两则要讲的故事 都是一样的 前一则啊 是我们以前常见的形式 但是 这一刻的故事内容 和以前我们看过的故事内容 却有明显的不同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请小朋友 张大你的眼睛 找一找吧 没错 他直接写出时间 地点 角色 很棒啊 有小朋友看见了 怎么故事中会出现 三角形这个记号呢 对 还有 这里啊 很明显是在写 小红 小黄 还有小蓝的说话内容 那么以前 我们在写他们的说话内容时 名字的后面 都要加上 冒号 还有上引号 说话结束的时候 还要有下引号 但是在这里 只用了冒号 少了上引号 和下引号 小朋友观察的很仔细哦 太好了 也有人发现 在过程中啊 经常出现 夸壶 那这些夸壶 小朋友再仔细看一下 对了 其他人也有发现吗 这些夸壶的内容类型 也不太一样哦 有些夸壶 是注明有哪些角色 有些夸壶啊 是注明动作 有些夸壶 则是注明当时的情景 或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是太棒了 小朋友都发现了 我们第六课 课文的内容形式 和以前很不一样 像这样的形式 我们就叫做 剧本 那么什么叫剧本呢 剧本啊 就是以人物之间的对话 唱词 和戏剧提示 为一种写作形式的文学作品 可供演出戏剧的时候使用 或纯粹工作阅读 那对话大家可以理解 只是什么是唱词呢 小朋友们看过歌仔戏 像歌仔戏呢 这种连说代唱的形式 它呢 有些词是说的 有些词是搭配 曲调来唱的 这种就是唱词 而戏剧提示 指的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 这些山脚形啊 花壶等等 最重要的 就是剧本呢 可以让演员们知道 怎么去表演 可以说呢 是戏剧演出这个流程啊 的依据 但如果没有要让演员来演的话 就会像第六课的课文一样 是作为一个阅读的材料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剧本的功能是什么呢 一场用心的戏剧演出 可以带领大家欣赏一个精彩的故事 写剧本的人 我们称为编剧 那么一场戏剧是由编剧 将他脑海中想到的故事 或是创意 画面等等 用文字写成剧本 最后呢 再由演员将这个故事表演出来 透过剧本 演员可以知道 现在在演的是哪一出戏 也就是这一出戏的名称 因为有些演员 会在同一段时间 接演不同的戏剧 透过戏的名称 他就能够分辨出 自己现在演的是哪一出戏 透过剧本 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故事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 地点是在山上 海边 公园 还是庭院 如果是在山上 是在林木茂密的山上 还是一片光秃秃的田野 如果是在海边 是在沙滩上 岩石旁 还是防波堤上呢 还有啊 故事发生时的天气呢 是晴天 阴天 还是雨天 如果是雨天 是绵绵细雨 还是狂风豪雨 故事发生的时间呢 是白天 还是晚上 是黑夜刚降临的夜晚 还是半夜十二点的晚上 还是天 已经快要亮的晚上 能够将故事发生时候的细节 交代得越清楚 就越能让演员 还有观众 快速地融入 这个故事情境中 透过剧本 演员可以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动作 透过剧本 演员可以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话 透过剧本 演员可以知道 自己该用什么语气 说什么话 透过剧本 演员可以知道 自己该用什么样的心情 来说这一段话 在排演或拍摄戏剧时 编剧不一定会在现场哦 那演员在演出 或者是对这个剧本 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 做立即的沟通 那么演员怎么知道 编剧当初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希望怎么呈现这个戏剧的呢 这时候他们就要透过剧本来沟通 编剧啊 透过剧本 告诉演员故事的呈现方式 演员也透过剧本来理解 编剧想要说的一个故事 所以剧本是一种沟通工具 既然是沟通工具 那就要有一定的格式哦 这样才能够让编剧知道怎么写 让演员知道怎么读 怎么演 才能避免发生双方理解 差异太大的情形发生 这就是剧本格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剧本的格式包含了哪些部分呢 剧本啊 包含了剧本标题 我该怎么办 是这部戏的剧本标题 剧本标题 可以让人分辨这是哪一出戏的剧本 剧本呢 也包含了舞台说明哦 它是用来说明 故事开始时候的场面 或者是情境 最基本的要包含了时间 地点 主要角色 和其他补充资料 剧本啊 也包含了动作走位 用来说明剧中角色 演出时的动作 表情 走位 还有和其他演员的 相对站立位置 等等 那在我们这一刻呢 虽然是以白色的三角形做记号 但是在一般剧本中 我们也很常看到 有些编剧呢 会使用黑色的三角形 或是夸胡来进行说明与交代 当然啦 剧本也包含了台词 它是在说明剧中 角色之间的对话 是剧本的主要内容哦 那么剧本呢 只是把一般的故事 改成可以让演员演出的形式 来表现 所以呢 它会交代背景 交代背景完之后 一样 它就会有这个故事发生的原因 还有 这个故事整个发展的经过 当然 也就会有这个故事 最后的结局 所以剧本啊 它也分为背景 原因 经过 和结局 四个部分 小朋友 平时啊 当我们在说话 或朗读的时候 除了发音正确之外 若是可以搭配不同的语气 调整说话的快 慢 或是将声音加重 放轻 或者用不同大小的音量说话 便可以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感 也能够让聆听的人更明白哦 以下我们举四个例子来说 当我们在表达兴奋 快乐的语气时 声调可以拉高 加大音量 比方说 我知道了 那在表达安伤语气时 可以让声调下降 降低音量 比方说 我知道了 在表达愤怒 命令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加重语气 加大音量 比方说 我知道了 在表达疑惑时 可以将最后的语音上扬 比方说 我知道了 下面呢 有三段不同的对话 老师啊 要请小朋友仔细听 并且用心感受 说话者的语气 去思考一下 他们对话的内容 想一想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说出 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 那你又是从哪里看出来 或听出来的 我中了 我中了 你中什么了 我对中统一发票 特别奖了 天啊 我该怎么办 小朋友 小花说 我该怎么办 是什么语气呢 小花当时心情又是如何呢 请你想一想哦 有小朋友说 小花是兴奋 开心 高兴到爆炸 因为小花中了统一发票 要特别奖 金额很大 是意料之外的财富 当然很开心 很兴奋 很好哦 嗯 也有小朋友说 小花说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时 神调拉高 是兴奋的语气 太棒了 小朋友们 听出来了 嘿 你不要碰那些东西 那可是我妈妈的宝贝耶 哎 一下下就好 这耳环 真的好漂亮啊 哎呀 啊 碎掉了啦 叫你不要碰 现在摔碎了 我该怎么办 香香说 我该怎么办 是什么语气呢 那香香当时的心情 又是如何呢 嗯 有人说 香香是愤怒 生气 因为香香明明叫小熊 不要碰 小熊不举不听 动手去拿 还把香香的妈妈 最宝贝的耳环摔碎了 香香一定会生气的 很好 还有小朋友说 香香说啊 我该怎么办时 语气加重 音量加大 是愤怒的语气 你们听出来了 真是太开心了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我昨天已经将所有的身子 全此练习写了两遍 但今天的国语 还是考得好差 我该怎么办 小安说 我该怎么办时 是什么心情呢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有人说 小安是伤心 难过 沮丧的 因为小安前一天已经尽力复习了 但是隔天的国语成绩还是不理想 心里感到难过 也有人说 小安说 我该怎么办时 声调下降 音量降低 是难过 哀伤的语气 太赞了 看来大家都已经学会 怎么听出语气了 接下来 老师要请小朋友 看着画面中的这张图片 请你想一想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再请小朋友呢 为图片中的三个人物 设计台词 让他们之间有对话 并与同学们分享 他们说话时 是什么语气 我们来看看大家 所设计出来 各种不同的精彩故事吧 阅读思考饱和 我们一起让语文学习有意思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小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